7月10日,林妙可微博发文称,轻轻松松度假,并定位在美国,还拆出一张度假休闲风的照片。 照片中,林妙可身穿休闲格子衫、牛仔裤、运动鞋,坐在一间欧式化风的房屋内,清新可爱。 此前,林妙可北电被拒,中央音乐学院落榜,当时吃瓜群众一片高潮,各种嘲讽和奚落。 不过,林妙可最后通过了南京艺术学院表演专业复试,之前在网上有传言,林妙可高考考了342分,而北京文科艺术类本科线是340分。 按照此成绩,林妙可不出意外,将被南京艺术学院录取。 不过,林妙可官博发布声明,经本微博小编洪奇向林妙可求证,近期网传,林妙可高考成绩342分为不实消息。 请大家不要以讹传讹,也不要恶意炒作,以免给林妙可带来不必要的困扰。 林妙可在辟谣信息中还写道,虽然告诉你了,但我一直不想炒作。